自从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,张柏芝便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,近日张柏芝晒出一张照片,却引来了争议,照片中张柏芝在给猫喂药,却意外暴露了小儿子小Q,竟然意外涂了嚼指甲油,而且颜色还是非常亮眼的粉红色,看来小Q内心保持一颗少女心,网友表示小Q还是个孩子,这一定是张柏芝搞的鬼,虽然孩子小,但这样的年纪已经知道自己适合什么,想要什么样的风格。 谢霆锋出席某活动时被记者提起此事,谢霆锋拒绝回答,而在当天晚上,谢霆锋在自己网站发文写道,男人永远都要有个男人样,疑似回应此事。 此话一出,网友纷纷埋怨张柏芝,叫死不当,指责给孩子涂的粉指甲油,太少女。 有网友认为这是小题大做,身为父亲不能陪在孩子身边,没有资格说单亲妈妈的不对。 张柏芝一直是个耿直的女人,前段时间被人误解,直接出来澄清,这次也一样面对大家的质疑。 张柏芝发文说,小Q的指甲油是因为自己调皮吐上去的,我认为没什么大事,毕竟还是个孩子。 张柏芝在最后还引用了王菲那句话,孩子可以不乖,只要不学坏就好。 张柏芝真的是智商大着,这次回对的非常到位,网友纷纷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